金山圣德宫在过去的天官大地来台建庙 直角实施决议金生留在三界坛 至今是相隔了187年 只是天官大地金生与开机洗炉 虽然只是分别位于万里与金山隔壁城市 却都没有再聚了一天 为此圣德宫是将办理寻访活动具有历史意义 金山三界坛圣德宫神尊来台超过250年 为了追溯天官大地与各神尊的来时录 最近追寻庙中石碑 发现西元1767年在福建庄中 岩信以及来信先祖 带着天官大地渡海来台 在金宝里宝西市庄来落脚 与伴树搭草坛供奉天官大地及五谷大地等神尊 追寻探访时下终于找到这条半岭古道 而圣德宫也将举办半岭访员践行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缅怀先祖 近期我们跟大坡天皇宫 我们分岁已经差不多121年的历史了 所以我们利用这边的机会时 听我们大坡天皇宫的路和新民 不当半岭做这个方案 时间一定在11月17日 用方国方式来办这个活动 回到这种旧时我们去大坡用旧签 回到这时我们就用人用旧签 让我们的新民去半岭那里 我们团宿地因为团宿地去红团的部分 我们已经用差不多时间去做这个红团 最近你一周来一定会完工 所以这个日期我们无红团都要完成 圣德宫主委表示过去天官大地来台建庙 直交时决意金山留在三界坛 而开机席庐则是引寝至万里大棚来奉寺 至今相隔187年 天官大地金山与开机的席庐 虽然只是分别位在万里金山这样子的隔壁城市 却都没有再相聚的一天 因此半里半临访源 在鱼来石鹿搭建草坛 让天官大地金山与开机席庐 再度集合为余处 相当具有历史意义 因为我们这辈子对天皇宗和新建庄 可以说比较起来比较没力 现在就是借着这班这边的活动 将来为了访源的活动 盛德宗的委员们也开始整理这条古道 并着手搭建潮坛 也邀请民众信仲一起来探访古道 见证这个相隔187年 天官金山与西路再次相聚的时刻 也一起来追寻过往祖先来台秘露蓝绿的艰辛感受 记者大平函金山采访报导